一名廉价航空公司的男空服人员和女朋友 涉嫌闯入一家24小时的自动洗衣店刑切 并在昨天落网 今天两人被警方押往推示厅申请严扣 推示允许严扣他们4天住查 在这起案件当中除了现金被偷窃之外 店内的硬币机等等也遭到破坏 导致业者蒙受了3万利器的损失 此外警方发现这对嫌犯拥有破门刑切 吸毒和拥有毒品的前科 目前当局援引刑事法典第四五期破门刑切条文调查此案